大家好,我是科學館館長Bersa 我身邊就是Carrie 大家好 由於第四波疫情的爆發 科學館暫時是關閉的 在這段期間 康民署的娛樂頻道首次推出 互動嘉靈一系列 讓大家可以安在家中 都能夠參觀到我們的展覽 新冠肺炎這個世紀疫症 已經影響了我們全人類的生活模式和習慣 戴口罩、用酒精搓手液、探體溫 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出門的 一些慣常的動作 在這個新常態之下 相信大家對我們的防疫的意識 應該都提供了不少 但大家對這個疫情 對這個新冠病毒的認識有多少呢 Carrie 原來翻查資料 冠狀病毒已經有接近90年的歷史了 早在1930年代 已經在雞隻身中被發現 而第一種人類的冠狀病毒 在1960年代已經被科學家發現 目前為止 一共有7種冠狀病毒 可以引致人類生病 而有一些可以致命 就像2003年的沙士病毒 我知道 另一個例子 就是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 比起沙士病毒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似乎來得更有魄力 它的殺傷力非常之驚人 可以令到全球超過半億的人士感染 150多萬人死亡 而它傳播的速度 更加快到超乎了我們的想像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環遊全世界 至於大家的旅遊大計 我想暫時都要先擱置一下 又或者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 增長一下自己的科學知識 增值自己 是否一個很好的提醒 Bever 你手拿著的模型外形 這麼特別 難道就是 沒錯 這是冠狀病毒的立體模型 冠狀病毒這麼華麗的名稱 其實如於它一個獨特的外貌 顯微的下 病毒就像日傳食的日面一樣 病毒火粒上面覆蓋著一些刺突 這些刺突是一種蛋白來的 是入侵人體細胞的一個主要的途徑 一旦病毒入侵了宿主的體內 就會破壞我們的細胞 而患者常見的一些症狀就是 發燒、咳嗽、喉嚨痛 順帶一提 病毒其實不是細菌 雖然兩者都是病原體 有傳染性的特質 但是病毒是一個寄生生物 它在沒有宿主的情況之下 是不能生存和不懂得自我繁殖的 嗯 即是意味著 我們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時刻都要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 感染病毒的機會自然就減少了 看回目前的情況 新冠肺炎仍然是藥全球多地 而感染的個案也持續上升 我想大家心裏都有一個疑問 萬一不幸運真是中了招 是否真是無藥可醫的呢 有效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 又會何時才研發成功 可以全民接種的了 Burtha 你知不知道啊 Kerry 其實這裏是兩條問題來的 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有些正式被認可的治療方法 只是靠一些支援性的治療方案 即是用抗病毒的藥物去回檢症狀 至於怎樣才要康復呢 都是始終要靠我們的免疫能力 去將病毒打敗的 而至於何時才有這個疫苗 推出市面使用呢 一般來說 研發疫苗是需要幾個測試的階段 首先要找到疫苗 再經過非臨床研究 再有臨床的測試 去確保這個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 整個過程是需要十多年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的 但大家不需要擔心 現在全球的一些疫苗研發的機構 以及一些生產商都是攜手合作 增分點廟去針對一些新冠病毒 是燃災一些疫苗的 現在剛剛在今個月月初 就在英國首次推出了 工人接種的 而至於在香港 預計會在明年年初都會有得供應的 這個真是疫情下的喜訊 我們終於看到疫苗的曙光了 世界零距離我就看得多了 原來今次科研界藥廠和生產商都展示了合作零距離 其實面對今次的公共健康危機 本地的科研團隊都出了不少力 每一個學術領域的專家都不遺餘地 這樣繁尋一些創新的方法 去阻止疫情進一步的確鑽 而香港科技大學的科研團隊 就是其中一份子 他們運用了豐富的科學知識 創新的科技 希望可以預防病毒的感染 減低病毒傳播的風險 以及研發治療病毒的新方案 有部份的科研堂目更加取得了具體的成果 在本港市面上廣泛地應用 為今次的抗疫工作 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援 好了 問題來了 大家又知不知道 有哪些科技防疫產品是屬於科大出品的呢? 給私提示給大家 其中一個科技 就跟我手上這個探疫器有關的 由於時間關係 不如讓我開估吧 眾所周知 發燒是新冠肺炎患者一個常見的徵作 所以能夠及早識別到發燒的人士 是防止病毒散播的第一道防線 如果基本上量度體溫就沒有什麼困難的 但是要在人海茫茫裡面 找到疑似發燒的人士 就不是容易的事 科大研發了這一套 暫身的智能發燒偵測系統 今次就可以大派用場了 它可以偵測到十米那麼遠 同一時間能夠檢測到多達一百人 有別於一般的發燒偵測系統 只是運用了紅外線鏡頭 以及需要依靠肉眼的判斷 新系統其實是採用紅外線熱感成長 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操作技術 它可以實時地自動檢測 既定範圍裡面 人體溫度的分佈 追蹤疑似發燒的人士 嘩!不過是智能系統 有了它的幫忙 不僅可以減少人手操作的程序 還可以提升運作的效率 不說你不知道 這個系統其實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就算我戴著了口罩 它都可以運用視覺還原技術 認得出我被遮住的面部輪廓 Hello 在這裡也想跟大家介紹我身旁的一個裝置 其實它是一個互動展品 叫做熱能大比拼 是由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創造出來的 他們混合了打擊的元素在智能系統裡面 希望可以透過遊戲的方式 使得市民認識到智能系統當中 所運用到的科學原理和科技 難得大家這麼捧場 收看科學醫道遊 讓我趁這個機會 講個必勝的秘技給大家聽 大家要記住 遊戲開始之前 要摩擦自己雙手 令到自己手掌的溫度提升 產生足夠的熱能 那你手上的火球不單止會變大 而你的攻擊能力也相對提高 到時你想打敗的對手便易如反掌 講了這麼久 大家都可能會想知道 究竟這個智能系統在香港哪些地方安裝了呢 其實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智能系統已經先後在本港的機場 多個出入境管制站和政府部門投入服務 當然包括香港科學館 而它將來的應用 更加會擴展到醫院圖書館 安老院舍和學校這些場地 新冠肺炎的疫情依然嚴峻 而多個國家和地區 都有新一波的爆發 所以做好防疫措施是很重要的 而其中一項防疫措施就是家居隔離 相信大家對這個名詞並不陌生 但當中其實是運用了科大研發的地理圍欄技術 這個技術採用了一個流動應用程式 配合一個電子手環 這個技術基本上的原理就是 收集一個固定環境內的一些電子訊號 包括有藍牙、WiFi、流動通訊網絡 這個程式就會偵測這些電子訊號的強弱變化 再經由人工智能分析去判斷 家居檢疫人士有沒有離開家裡的 換句話來說 每一個地方的環境訊號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好像我們指紋一樣 當這些環境訊號一有轉變的時候 系統程式就會自動偵測得到 即是代表著受檢疫人士很可能已經離開了他居住的地方 而同一時間相關部門也都會收到通知 然後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無求可以盡早斬斷病毒的傳播鏈 Burtha 科技真是為我們人類帶來很多福祉 尤其在今次的抗疫層面上更加這樣通訓體現得到 在香港各行各業的人士都齊心協力這樣製造一些抗疫的產品 有些還是100%香港製造 大家有知不知道呢 好 歡迎讓我介紹一個由科技大學的科研團隊 花了17年的時間研發出來的新型多層次殺菌塗層 這個塗層絕對是8%香港研發 8%香港製造的 塗層能夠有效殺滅到99.9%的細菌和病毒 當中包括有封診、含流感、H1N1流感 以及一些比冠狀病毒更強、更厲害的病毒 而它的殺菌有效期是可以長達90天的 這個殺菌塗層含入一些微型的納米膠囊 裡面包裹著一些可以殺菌的百里香精油 當這個塗層噴灑在一些物件的表面 就會形成一層殺菌膜 當有微生物接觸到殺菌膜的時候 微膠囊的抗菌表面就會將微生物刺破 同時也會自動釋放裡面的百里香精油 破壞微生物的包膜和裡面的分子 作出雙重的殺滅功效 塗層也可以防止微生物粘附在物體的表面 從而達到長期的抗菌效用 原來百里香除了可以用來烹調之外 它還是一個天然的有效消毒劑 以我所知 殺菌塗層已經通過了測試 證實對人體和環境無害的 只要我定時定後噴一噴 病毒細菌還怎會埋到我身呢 除了醫療健康上的用途 殺菌塗層還可以應用在初手液 油漆和衣物身上 它會幫我們提升個人和公共衛生的安全 目前這項新發明更為香港的學校 安老院社和社區設施提供了持續的保護 告訴你 香港科學館裏面的所有展品和設施 都已經噴上了這個身形多層次殺菌塗層 實行全天候全方位保障公眾健康 要做到百度不侵 安然無恙度過今次的疫情 我們必須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和了解多些關於新冠病毒的知識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